發生車禍 發生車禍 我剛剛好像有錄到欸 包子小助手 來為大家講解第一道題目 單身還是已婚 哇 等一下艾克一定會非常有選擇障礙 到底要怎麼在這麼多人面前 然後可以無視他們然後講話 盡可能的融入在當下你的話題 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東西 喜歡什麼類型的 這個問的真的是非常的直接啊 論外表的話我是喜歡那種 有機會可以參加你的旅行團嗎 正職工作是什麼 眼鏡哪裡賣 這第五個問題真的是 這次是 哇你變好重啊 小包子跟大家say hello 耶 你在看前面啊 他的名字叫小包子 他是我們家的 音短 哈囉大家 歡迎來到艾克的頻道 那這一集呢 真的是艾克非常期待的 頻道終於來到1萬訂閱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1萬QA 首先呢 我要派我的這個 包子小助手 來為大家講解第一道題目 他表示這個有點為難 有點為難他 坦白說艾克自己本身是真的 也沒有想到 這1萬訂閱是來的 算快嗎 雖然說 艾克這個頻道 上片已經大概兩年左右了 去年2023年的3月份 在環島之前 我的訂閱數是連 1000都還不到的 那所以到現在2月份 突破1萬訂閱 花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個人覺得 蠻出乎自己意料的啦 那原本可能也沒有想到 這麼快就破1萬 就還是非常感謝大家 持續的支持 給艾克信息 好 繼續做影片下去啦 好 那我直接進行第一題喔 這個問題剛好問的 這個本人可以為你解答 想問艾克有什麼寵物 會想養貓嗎 看艾克instagram 感覺很喜歡貓 我有什麼寵物 這隻音短其實不是我 是我哥的 我自己是養了兩隻鹿鬼啊 還有一隻黃金鼠 會想養貓嗎 曾經有想過 甚至差點入坑這個英國鑽貓 後來發現 我不太適合養貓 因為我很快就會 一直開始過敏 那可能是西洋貓毛 還是這個貓沙 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 難過的一關啦 那貓是真的很可愛啦 我是還蠻喜歡貓的 不過我還是會跟別人說 我是狗派的 對 因為我還是最喜歡狗 所以未來的話 如果真的要養我可能 還是會比較想要養狗啦 想要問什麼時候會開團爬山喔 這件事情 在近兩個月我會努力 看看能不能完成啦 那就先從 那種單攻的那種礁山 或種 稍微不要太難的 好像王陪路線 步道啊之類的 看能不能先開第一團的爬山 大家到時候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的這個社群資訊 那我自己的話開團 也會做一些條件的篩選 那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 報名就能夠參加啦 對 那也一定會有人數限制 那希望到時候如果 沒被選中的人呢 希望可以量解 好不好 因為愛科 能力有限 沒辦法一下子帶這麼多人啦 那今天是228連假喔 那剛好只休息一天 算是中間一個喘息日啦 那愛科這禮拜天呢 有一個 喔 志工活動要參加 現在我要去巨城 取一雙非常厲害的登山鞋 那大家就跟著我一起去外面 那因為我覺得QA的話 我個人還是喜歡 像Vogue那種感覺 在外面邊跑邊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囉 好 Let's go Go 各位這個今天巨城的人 真的有一點多 哇 可能大家想說 一天下期也不知道 可以去哪吧 哈囉 謝謝 謝謝 哇 好 我現在進來了 這邊是巨城 我現在為什麼莫名的會覺得 拿著相機在百貨裡面 這樣邊走邊講話 好不自在 因為在北海道的時候 其實也都是一直這樣子錄 然後也不會太在意路人的眼光之類的 還是因為這邊是台灣啦 就是你講中文大家都是聽得懂 艾克現在第一站呢 我要先去 Timberland 那他是在四樓 好 那在等這個墊幅梯的同時呢 我來繼續這個QA問題 想問有正職工作嗎 還是主業就是YouTuber呢 蠻多人都在想 艾克的主業到底是什麼 我是有主業的 不然以現在的訂閱量跟點閱率來說 我應該會餓死啦 對 我不太可能就是單靠YouTube的收益 這個廣告收益 接業配其實也不算非常多 不過我現在覺得 存錢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等於說所以我現在是有主業跟副業 那就是雖然蠻斜槓的人生啦 然後欸 我想想就突然來到4F了 這也太順利了吧 整個彎就找到Timberland 哇好像是 設計雙沒錯 這個我覺得 等一下艾克一定會非常有選擇障礙 它配紅色的鞋帶其實艾克本人是很喜歡 這種紅黑設計的 好 謝謝 掰掰 完成 Motion系列鞋子 這個顏色我個人滿滿意的啦 就棕色的 其實我不太確定我接下來這個 未來實驗室的包包是要在哪裡 這麼巧 未來實驗室的這個櫃位就在五樓欸 我無意間搭到五樓就已經到了 好 這邊有人問 粉絲有機會跟艾克一起騎車嗎 這是一定有機會的 我是近一兩個月 我希望我可以安排一趟機車旅行 畢竟其實我絕大部分的觀眾都是騎車的對吧 就是看艾克環島的影片才知道我的 所以我也在一直很深思 我第一次辦一起騎車 跟觀眾這樣去戶外體驗 要辦怎麼樣子的行程 那可能是一日行程啦 我不會說像環島啊什麼六七天那種 就大概先慢慢來啦 我可能選一個不錯的景點 那可能有一點刺激挑戰的小小難度 人數的話我可能會壓在大概六七位吧 艾克會親自做篩選 對 所以騎車開團這件事情是會做的 OK 真的太神奇喔 我在這個人潮滿滿的這個百貨公司內在回答QA 艾克是拍片相關科系嗎 哇 我覺得這問題又問得非常的好 我自己覺得蠻神奇的 艾克在畢業之後所從事的每一項工作啊 都跟我之前讀的本科系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艾克大學是讀外文系啦 我不敢承認自己是外文系的 就是可能日常溝通算堪用啦 艾克自己本身是在出社會工作之後呢 也慢慢開始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才接觸拍片 然後自學啦 就是算是正式自學 做中學就對了 你不需要是做媒體相關的才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或者是說開始經營YouTube 這都是看自己的意願啦 還有你的意願名去多嘗試學習 OK 說著說著我就到這個Future Lab了 我只是想問他一下 我這個包包的拉鍊還有沒有救而已 包包拉鍊壞掉了 這是我每天上班用的包包 好 剛剛Future Lab的員工說 他們是沒有維修部門的 那如果過寶的話 就是聯繫他們臉書的小編 看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應該是過寶了啦 那我這個包包搞不好可能就要換一個新的 QQ 就來到日本了 現在到處都是櫻花 現在這個是真的是很紅耶 這個 popmart 我哥好像就買了一整櫃的這個娃娃 嘿嘿嘿 好可愛 也很手機殼 想也是喔 應該是會做非常多的周邊產品 有觀眾就是家裡有買這個風宅的嗎 可以跟他有分享 嘉年華四集活動 新竹旅鐘耶 在這邊坐一下好了 好熱喔 走到全身流汗了 這個cora提問說 為什麼想嘗試youtuber走向創作者的契機是什麼 我一開始做影片的初衷 就是想要記錄自己的生活而已 很單純的就是想說 在我未來的時候 如果想要回憶我的人生 我可以點進一個影片 然後用最快的十分鐘左右時間 很精華的回顧 我以前發生的旅行啊 各種的故事 就是這樣上傳上傳的 做著做著發現 自己就是非常喜歡記錄生活吧 那其實對拍片也非常有興趣 所以走向youtuber這件事情 一剛開始是沒有想到的 那也是在做著做著發現 自己可能是有興趣的 就開始比較認真經營啊 也會慢慢在意說 是不是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自己的創作影片 希望自己這樣創作影片 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願意走向戶外 並且喜歡戶外這件事情 可以鼓勵大家就是 多走向戶外 看看這個世界這樣子 這也是算是我頻道的一個初衷 好 現在走去停車場的路 我感覺蠻長的 挺無聊的 所以我們又再來回答一題 QA喔 喜歡誰的歌 平常都聽什麼類型的歌 喔 坦白說我目前 比較常聽的都是日文歌啊 對 艾克非常喜歡J-POP 那當然中文 抖音 英文歌 幾乎什麼都聽 蠻多樣的 多元的 那現在主要都是聽J-POP 比較多 那我超喜歡像米晶全市啊 Emer啊 然後 Midlet啊 或者是 YuAsobi 最近紅到不行的YuAsobi 好 我有點想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場景 真的是非常適合啊 那如果真的螢幕前的你呢 是很想成為影像創作者 那拍拍Vlog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像艾克現在正在這個 百貨公司啊 人很多的地方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天啊我這樣子真的是 鏡頭恐懼症 或者是人群恐懼症到一個爆炸 到底要怎麼在這麼多人面前 然後可以無視他們 然後講話 也許你的聲音都會被大家聽到 那要怎麼克服 其實在我講的第一句話下去之後 我就已經無視他們了 我完全沒有在想他們會不會看我 或者是聽到我在想什麼 盡可能的融入在當下你的話題 或者是你想分享的東西 那基本上大家 周邊的人看到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 的有自信 很自然的在 對鏡頭講話 也不會覺得你是一個 很怪的人吧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我是怪人的話 那 那就算了對不對 其實也不要太在意別人眼光啊 旁邊的人走過去就是一個 過度客而已 他也不會覺得 怎麼樣或者是 你是誰 可能也不會想認識你 所以不要太care這個部分 OK 艾克換上腳踏車來騎一下 我第一次這樣子 架上這個Ace Pro來拍攝 好酷喔 然後我希望我的360不要敲到 他正在那個 轉 輪胎旁邊 艾克個人真的是非常喜歡騎自行車 我很喜歡那種 可以自己駕馭 駕馭一台車的感覺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騎機車吧 欸 發生 發生車禍 他們就這樣直接牽起來了 這樣子 應該要叫警察吧 可是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嚴重 邊騎車回答一個QA 剛剛看到一個問題喔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 他問說 單身還是 已婚 哈囉 為什麼 不是單婚 為什麼不是單身我就要已婚呢 然後 我看起來像已婚的年紀嘛 這個問題真的是非常的妙 我還沒有結婚啦 對對對 然後目前 是單身沒有錯 我現在騎到這個 天宮坦公園 然後我之前很常來這邊 像當兵以前啊 都會來這邊跑步 我就是非常喜歡在戶外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那種感覺很好 對啊 就是比起在室內 就是定點 我這樣一直拍攝跟大家講QA 這樣出來 應該相對比較有趣吧 就是要動態起來比較好玩 Wendy 你們問了 什麼時候開團去綿越縣 這個地方呢 它是在阿里山附近啊 然後這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森林逆境景點 它就是一個軌道 可以走在上面 超級浪漫 超級 chill的一個地方 這種路線的開團 我會列入考慮啦 不過我們先從簡單的 登山行程開始 那像明月縣如果是要過夜的這種 那要再帶上觀眾的話 我自己會 也有點小小擔憂 因為還沒有試過嘛 明月縣的話呢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好不好 那可能艾克自己先去過一次 熟悉路線 我可能才會做開團的動作 我只想問 小阿浦好玩嗎 簽加一 相信啦 就是你簽了這台車應該 是沒有後悔了吧 對啊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樂趣的車 有龍骨的這種速克達啊 我覺得 它的操控 真的跟一般的速克達來說 騎車感受就差很多啊 那在騎山路的時候也很好玩 那我回答你囉 好不好玩 好玩 我覺得很好玩 下一次自助旅行去哪裡啊 呃 預計規劃是想要去越南 好 艾克自己本人是還沒有去過越南的 那可能會想要去北越 或 憲港 憲港我應該是一定會去啦 那就可能 不會有什麼開團的啦 就是自助旅行吧 自由行的話 我可能就帶上一些夥伴 可能帶上 幾個A10登山隊的夥伴們一起去吧 對 就是目前的想法 團島最開心的事是遇到什麼事 呃 這個問題 有點難欸 難的原因是因為 今天都很開心 就是只要在騎車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非常開心的時候 那最開心的可能 就是很興奮的時候 像是在戶外景點吧 可能像是如果爬上基隆山的山頂啊 或者是在太魯閣國家公園騎車的時候 那種看到 很壯麗的那種峽谷風光啊 那時候就是非常的興奮開心 對 那當然晚上遇到 呃 親旅的一些 房客 對 就是大家聊天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環島呢 無時無刻都很開心 對 這就是 回答蠻爛的 但是真的就是這樣子 有另外一半嗎 那喜歡什麼類型的 哇這個問的真的是非常的直接啊 呃 剛剛有回答就是 目前單身 那喜歡什麼類型喔 如果論外 先當論外表的話 我是喜歡那種 有點可愛的 我個人是偏好就是 可愛 又帶有一點 性感 應該這樣講嗎 對 看得順眼啦 看得順眼比較重要吧 那個性 內涵方面 我蠻重視就是內涵的啦 那當然 我覺得 人品好 對不對 善良 真誠 這個很重要嘛 一定要很喜歡戶外啦 這個 這個類型應該很明顯吧 艾克就是一個 超級凹鬥仔 所以 也會希望是 自己的另外一半是 很喜歡戶外的 希望有回答到你 再來 正職工作是什麼 這個 剛剛前面是有提到 我現在是有正職 但是沒有提到我做什麼工作 我是在一個樂器公司 然後也是擔任 影像企劃拍攝剪輯 就是各種 後製 也要經營社群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問說 有機會可以參加你的旅行團嗎 我 我這邊 我看起來很像那種旅行社 我不確定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啦 那帶團這件事情是真的要 很扛得起責任的 那我自己覺得我是OK 不過目前真的工作跟生活啊等等 膽忙到一個不行 我個人覺得如果開一個 這種多日的旅行團 是相對有難度 但 期許未來還是有機會啦 艾克現在想要騎去 一個我兒時童年 回憶的一些公園 我帶大家去一下 我可以說好多啊 哇 其實現在外面有點冷 我想說騎騎腳踏車搞不好等一下會流汗 所以我沒有穿外套 現在繼續進行我們的QA 然後我這邊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 有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喔 打出來的 他是說我跟我朋友匯集起來的問題 大家都很好奇 第一個喜歡偶像 周協倫 從小到大的偶像 然後呢 還有阿滴吧 英文好又會彈鋼琴 第二個 愛情史及目前感情狀況 目前感情狀況剛剛有講了喔 然後喜歡的類型 剛剛在前個問題有回答過了喔 為何會想做YT 呃這個剛剛好像有回答過了 眼鏡阿滴買的 這第五個問題真的是 是這個眼鏡 非常喜歡嗎 就是想要買一個跟艾克一模一樣的嗎 我個人覺得這眼鏡是蠻適合我的啊 而且一開始在那個眼鏡行挑的時候 我覺得超好笑的就是 因為我沒有嘗試過這樣子的鏡框 的眼鏡 然後眼鏡好像那個妹妹就說 欸我覺得這蠻適合你的 然後因為我說我常去戶外 就有這種茶色的那種大自然的顏色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欸 好像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我就說我相信你喔 然後我就買這個眼鏡 這是在我家附近眼鏡行啦 再來有兄弟姊妹嗎 感覺像獨子 這個 看來你應該是我的新觀眾喔 有兩集的影片都有提到我的 兩個哥哥是親哥哥 然後他們其實都有上鏡 有機會可以回去看一下 未來的計畫喔 有點廣泛喔 未來的計畫 頻道的話就是 持續繼續拍最優質的 戶外影片啦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持續的做 堅持的做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這樣子 最喜歡跟不喜歡自己的哪一個個性 哇這個問的有點厲害啊 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一直往前走的人 就是我不會因為突然遇到一個挫折 或者真的一個很重擊我的一件事情 悲傷的非常久走不出來 我不太是那種類型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個性其實是還不錯 比較不會被很糟糕的事情打敗吧 我很快就可以走出來 對我就覺得命運的安排吧 就整身就是這樣子吧 反正就會有 潮起潮落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喜歡的部分 應該就是 我的個性其實是 有一點 即興之嗎 應該這樣講 然後 對身邊的人 有時候要求太高了 那也是一個 容易over thinking 就是想太多的人 大概這樣子吧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急躁 遇到迷茫時有什麼建議喔 去旅行吧 就是蠻推薦大家在迷茫 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的時候 去旅行 往戶外走就對了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戶外 所以推薦大家一直要往戶外走 就當你真的 有時候人生過到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或很迷茫的時候 就多往戶外走 去接觸不同的人群 看不同的風景 其實真的會給自己 蠻不一樣的啟發 應該這樣講 你可能會偶然發現一件 很特別的事情 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 或許你就找到方向了 你說不定啊 或者是你迷茫 為什麼都找不到另外一半 也許你走出去 去一次朋友聚會 去一次登山 去一次戶外 然後你遇到一個 非常喜歡的異性 追求他 然後你就可能就因此在一起啦 對不對 這緣分其實也是自己把握嘛 就是往外走 所以迷茫的時候 就去旅行 去往戶外走 去接觸人群 也許 會從中找到答案 有健身練身材嗎 恩 艾克 大部分大家看到 當然都是有氧居多啦 那我自己房間呢 是有放一個 臥推台 還有壓鈴 然後什麼 蹬步機之類的 所以 我平常我一週 除了去戶外登山走走 我在家裡平日 下班後我也是會 做一些健身的運動 但是沒有很 重度的重訓 所以大家看起來 我還是這樣 就瘦瘦的 因為也沒什麼肉 就是 對 一些肌肉這樣子 不過我體脂肪應該算蠻低的 就我可能在努力健身 都看不出來 可能是那種非常壯的人 所以 我現在努力想要長胖啦 多長一點肉 這個是比較實在一點的 這邊 我看一下 我再回答 最後一題好了 好 這個 突然有點變冷了 然後我都要去買晚餐 回家給爸爸吃了 艾克鋼琴練多久了呀 我這樣子 我是從大學二年級 大二開始練 那持續 我主要是大學的那三年 我非常努力的練習 那其實畢業之後 你要說練琴 其實就 比較少彈了 就是可能 偶爾彈個10分鐘 20分鐘 彈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曲子 那這樣大概 五六年 如果大家是 很喜歡看艾克的彈琴 也可以 底下留言告訴我啊 那以後多 多拍一些彈琴的影片嘛 因為個人也是非常喜歡彈琴的 那 我覺得 很感謝 就是大家有提出的任何問題 現在 艾克就是 剛好突破 1萬訂閱嘛 那接下來 下一個大目標 就是 10萬訂閱 我真的也覺得 我在不同的旅程所 吸引到的不同的觀眾 眼前的你們 不管是看我登山 騎車 還是 我去北海道 我去國外旅行 所以你才認識我艾克人 我都希望 未來 持續關注我 我會 拍出更多不同的紀錄 然後我也希望紀錄更多 精彩的旅程 很感人的故事 等等的 真的很感謝大家 看到現在 小鈴鐺那些開了嗎 有開了 也謝謝你啊 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我可能之後 也許偶爾會開個直播吧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如果大家隨時有什麼疑問 也可以直接在直播的時候 直接問我 OK 那這一集 1萬QA 就到這了 我們就 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